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同学的同学 大家好 那今天录这支影片的目的其实是要给你一个很简单的tutorial 那这个tutorial要干嘛 其实就是要跟你介绍 应该说教你使用一个很简单的软体 它叫做teacher made 那为什么我要特别介绍这个软体 那当然是有原因的啦 因为其实同学应该也知道 巨法学这一学期是绑着四周的线上课程 会有四周是 所有的同学都不用到学校上实体课程 那那四周是以线上课程为主 那这四周的前两周 是在其中考以前的两周 那我会个assign一个单元 要求你们做所谓的preclass 什么叫做preclass 那preclass它其实就是要求你在上课之前 先做一些preview的工作 那那个preview其实并不是很简单的 要你自己在家 然后把课本打开 然后自己可能看过去画线啊 然后highlight啊 然后写几个问题啊 或者是回答我几个问题啊 然后就完成了 然后第二周你再告诉我说你全部都看不懂 那那样没有意义 那这个preclass可能会要求你做比较正式的一个preview 所以意思就是说我们要使用这个软体 你必须要登入这个软体 然后进去做一些我要求你要做的事情 那这个软体不难啦 那但是为什么我要去录这个影片 其实就是为了防止有些同学 他就真的可能比较跟电脑比较不熟 他就真的比较不会使用电脑 那他自己摸一摸 然后搞得乱七八糟 那所以我就同意一下 稍微针对应该怎么使用teacher main的 做一个简单的introduction 然后你们看完可能也比较容易开始去着手 进行你们第二周马上就要做的preclass ok没有问题的话 我先把我的人弄小一点 ok没有问题的话我把画面拉过来 这个东西并不是teacher main的 它是你已经很熟悉的 你几乎每周都会使用的 我们整学期你都必须要使用的moodle 那moodle在第二周的内容 其实你一进去就会开到一个很大的qrcode 那这个qrcode你可以选择用扫描的 你也可以选择用点的 那如果你是用电脑去做你的 登入你的moodle 然后是用其他的可能平板或者是手机 然后要去做所谓的preclass的功课的话 那你可能可以用扫描的 但如果你要用这台电脑 你登入moodle的那台device 然后去做preclass的话 那你可能就是用点选的 anyway去找你自己比较方便的方式 然后去使用这个软体 所以你登入你点进去之后 你很快的你就会看到这个界面 begin with google 所以这学期我会要求你们每一个同学都必须要有一个google帐号 我相信你们都有 有可能还不只有一个 所以你必须要用google帐号 然后登入到teachermade的系统 为什么 因为这个软体它一定要学生绑定你的google帐号 才可以使用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功能 叫做recording 你要可以录音 这些preclass我会要求你必须要做一些录音的工作 你必须要录音回答我一些问题 所以这个功能很重要 所以你一定要绑定你的google 所以没有问题的话你就点进去 它说begin with google 好那我就选择使用我的 看你要用哪个email啦 ok那如果我用上面这个email的话 然后这边因为我曾经使用过这个email 然后登入到teachermade 但如果你是第一次使用的话 他可能会要求你要认证 那认证的方式很多啦 我不知道你们当初是怎么设定 那有些同学他可能是用电话认证 有些是用电视盒 什么ovo盒子啊 或者什么小米盒子 anyway 然后有些可能是用youtube的账号认证 有些可能可以用你的ipad或手机 反正各种的认证方法 我不管你使用哪一种 最后我就是要你使用google 然后登入到你现在看到的这个界面 好没有问题的话你可以大致浏览一下 从上面滑到最下面 然后你会发现哇好长哦 总共有24页没有错 那第二周你要做的事情多一点 我把完整的chapter number one 都帮你扫描上去 为什么 因为我要你把第一章的内容 都在家先画一周到两周的时间 先把它仔细的读过去 因为第一章很简单 他只是在讲所谓的property of syntax 他讲一些很基本的概念 有一些甚至是我们曾经在与盖 已经讲过的内容 所以我要你先花一点时间 可能一个小时两个小时 或者有些同学他可能更仔细一点 他花更多时间 那你自己选择 然后你先花一些时间 读过完整的读过这一整章的内容 然后在我们正式进入到我们的实体课程之前 OK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可以稍微看一下界面 其实这是课本 你会发现他好像跟你的课本长得不一样 会有一些额外的东西 譬如这里 这边可能你看到一个play的按键 那表示他可以播放 然后你再往下拉 你看到一些课本没有的东西 譬如这边有一个声音的标记 这边就是要你点下去 听我预录的一些音档 这个音档应该就是我要你问你的问题 然后你可能要点进去然后开始打字回答我的问题 然后这边就会有一个选项 OK就会有一些你要回答的 你要选择你要回答我的 然后这边有选择题 然后这边有选择题 然后这些选择题都是跟他上面的内容相关的 所以你要先读完再去做这些选择题 然后这边有是非题 然后接下来他有一个简答题 然后再下来 这边他有另外一个简答题 然后这边又有一个简答题 然后这边会有一个是非题 然后这边 这边你就会发现我好像也不能打字 什么都不能 为什么 因为你仔细看一下这边 有一个record your answer 所以你必须要录音 好 那这个我们等一下再解释 然后你再往下看 又会有一个选择题 复选题 然后最后要你再去做他的子题 就是如果这些statement有错误的话 请你录音解释为什么他是错的 所以这是第二周 马上你要开始去做的内容 那我先稍微带你看一下这个界面 应该怎么使用 那同学进来应该马上就会注意到的 就是这个部分 这个部分 就是你的操作界面 当中有所有你可以去使用到的功能 那这个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所以你会发现你滑动滑鼠的时候 他都会一直在 因为你可能会在不同的地方决定 OK我要插入一段文字 还是我要插入一个图片 还是我要录音 还是我要给你一个网络连结 所以他都会一直都在你的版面上面 所以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先从第一个开始看吧 这个应该没有问题吧 这两个 OK Zoom in 或者是Zoom out 所以意思就是说 你点这个的话 他可以帮你放大 或者是缩小你的界面 你觉得字太小 你就稍微放大一点 然后接下来你再看到这两个 这两个应该就是如果你要插入文字的话 你必须要使用到的功能 这边我稍微示范一下 意思就是说你有可能 你读到这里 OK你就觉得 好像我有 我觉得这一段我看不懂 还是我觉得这一段有什么样的重点 我觉得很重要的 还是我看完这一段 我想要做一个很简单的 summary 帮助我以后复习 OK那你就点一下 然后把它点在这个地方 右下角你可以把它放大 或者是缩小 然后这边你可以决定文字的大小 譬如我要用Share的文字 OK所以这边你就可以开始打字 OK你打完了 然后你再点一下它 你可以去移动它的位置 你要把它摆在这里 OK你想说太大我想要缩小一点 还是我想要放大一点都可以 那当然你的common不会那么无聊 你说this is interesting 给我一些有建设性的有意义的 让我知道你可能看完了某一段 你觉得你又突然有什么样的reflection 你可以留下来 用文字插入的方式 然后插入了你可以再去调整它的位置跟大小 OK这是前面两个 然后这边应该就是插入你的图片 如果也有一些地方 你就是必须要用图文并茂的方式去解释 那你也可以从你的电脑当中抓图片 然后去放上去 没有问题的话 这个功能应该比较少会用到 然后这边就是录音的功能 录音的功能你点上去 然后点进去 记得每一个音档会有两分钟长度的限制 意思就是说你不能录超过两分钟的时间 那当然啦你会想说如果我有很多话要讲怎么办 那原则上这本课应该不会 我应该不会问你一个问题需要到十分钟 然后需要讲到十分钟你才可以回答完的 那如果有的话 因为你就是有这么多的资料你想要告诉我说 OK我就是想到了这么多这么多巴拉巴拉巴拉的内容 那你可能就要分好几段录音 然后 譬如说你如果想要把它放在这个位置 OK那你就按一下录音 然后这边就可以开始录音 然后这时候你第一次使用的时候 你的浏览器可能会要求你允许使用麦克风 那你就允许 12345678911 句法学很有趣 语言学很有趣 我很喜欢句法学 我很喜欢语言学 OK 好 录完了 然后这时候 这时候你就可以回放一下 确认一下你刚刚录的内容 然后 12345678911 句法学很有趣 语言学很有趣 我很喜欢句法学 我很喜欢语言学 OK 好没有问题 所以你听完了 OK确确定 这上面录的 我的声音录的太清楚了 我也没有什么东西要修改 我觉得我也不用重录了 这个东西我就 我就可以马上发给我的老师 OK那你就按Save 然后按了之后 它就会留在这个地方 你可以再移动它的位置 然后刚刚的一样 如果你刚刚的文字 你如果觉得好像我想要重做的话 这边有个Delete 你可以按一下 就没有了 如果你觉得你后悔了 再按一下 它就会回来 音档也一样 你如果后悔了 你可以把它Delete掉 那 它会再回来 OK 然后你再确定一下 1 2 3 4 5 6 7 8 9 11 句法学很有趣 语言学很有趣 我很喜欢句法学 我很喜欢语言学 OK 它还是在 就是 它会自动储存 那就是在你跳出去之前 然后你还是可以去 往前回复你刚刚做的动作 这跟你一般的那个软体没有什么差别 OK 好 这就是录音的功能 那第三个其实就是 看到这个大概就知道 网页插入啦 所以你 点一下 然后这边你把它拉一个方块出来 然后你告诉我说 好 你要插入 Google 然后你告诉我说 我不知道为什么你要给我这个网页 但是Anyway你就是可以做这件事情 所以你就可以留给我一个 你就可以留给我一个网址 然后这边你自己是没有办法就是连结出去的 但是你缴交作业之后 我那边就可以点开你的连结 然后去确认一下你到底要看什么样的东西 那 这边有可能是有什么样的用途呢 譬如说 你觉得你刚刚录音很难用 你觉得你想要用录影的方式 或者是你的录音真的很长 你可能有一个问题 你可能就回答了30分钟 或是50分钟 如果你就是需要这么多时间的话 那它上面只有两分钟的录音限制 或者你觉得你可能需要录影 然后解释的比较清楚的话 那你就拍了一个影片 然后你可能上传在YouTube之类的 那你要把连结贴上去 让我去看你录出来的影片 或者是声音档案的话 那你就会使用到这个功能 接下来这两个图形 是你可以把整段的内容框起来 你可以选择用方形的 或者你要用圆形的都可以 然后你不要的话你就把它擦掉 这个是所谓的橡皮擦的功能 你点一下它就不见了 那可以干嘛呢 譬如说我点一下 然后我要框这个例子 我框完了之后 我想要在上面告诉老师说 我为什么要框这个句子 那你记得哦 你如果点这个的话是你可以写字 然后这边可以改变你的字体 譬如我想要用绿色的来写好了 所以你画一个箭头 表示 this this sentence is wrong 这个句子没有不对啊 但是就是anyway给你做一个示范啦 你可以选择使用这种方式 然后使用它的手写的功能 然后去做一些标记 那 ok 你不要的话按一下橡皮擦 然后把 把这些你刚刚写的全部都擦掉 然后接下来你还可以做什么事情咧 因为我要选择红色的 我觉得哪里很重要 ok 我可能要画 帮它画底线 我觉得这一段很重要 这一句话很重要 我就把它画线画下来 或者我可以选择用荧光笔 荧光笔我也可以选择它的 它的颜色 然后我可能在它的左下角 然后把它mark 起来 然后荧光笔这边我可以选择它的粗细 譬如我要它细一点 我可能就 选择比较细的 兼具 如果我要它再粗一点 我选择了4 它就会非常的粗 ok 所以这是你自己可以做选择的 一般我觉得你们应该只会用到2或者是1 至少在这个作业里面 所以 所以这应该就是基本上你会用到的功能 所以同学可以看到它非常简单 它其实就是 我再稍微的repeat一遍 这边就是箭头 就是你要换回你的滑鼠的时候 你要点按的地方 那这就是动作要回复的时候 或者是你要往你刚刚做的动作 你要回复 然后你往前了之后 你又后悔了 你要再往后一个动作 动作的往前往后 我们会按这个 这个就是放大缩小 这个就是delete 这个是复制 这边就是text的功能 你要插入文字的功能 这个是插入图片的功能 这个是你要录音的功能 这个是如果你有在外部可能录音录影 或者是你要给我看一些连结的网页 然后你可以去使用到这个部分 去把连结贴上去 让我点出去看 然后这个就是所谓的shape的功能 比如你可以把一整段都框起来 然后这个就是画线的功能 然后这个就是highlight的功能 然后这个是手写的功能 这个是橡皮擦的功能 然后这个应该就是上底色啦 譬如说 我今天可能要有一个有底色的方块 然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你要有一个有底色的方块 但是anyway就是要有一个有底色的方块 然后你在上面可能要书写文字 但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会需要这样做notation 但是anyway你可以自己去试一试玩一玩啦 然后总之 你进去之后先听一下这个音档 听一下我要你做什么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 当中有一些选择题问答题 你点进去你要去回答的问题 譬如这个你可以直接勾 你可以直接选 你可以直接选 那这些是系统 自动帮你去批改的部分 然后你要记得 它占这个成绩的40% 那还有60%的成绩 就是你的annotation 你在这篇文章上面 我要你去做一些mark 我要你去做一些annotation 我要你去告诉我说 你读了这边你觉得这一段哪里是重点 你可能想办法把它标记下来 或者是你读到这一段 你觉得你自己有什么样的reflection 请你可能可以使用手写 或者是使用所谓的text insertion的方式 然后让我去看到 或者是上面 这边我有一些 一些问题要你回答的 这种所谓的没有办法用电脑计分的 我问你一个题目 所以针对我的题目 请你使用文字去回答的 你可以在上面直接打字 或者是你可以把它放大之后 你觉得这样比较好打字 你就这样打字 都没有关系 它都会自动储存 然后记得左这边你要留下你的学号 这边我是用我的人员带好了 因为我没有学好 除了这个之外 你还要留下你的中文大名 如果你是以组为单位的话 就是每一个人的学号跟姓名都要留给我 如果你是个人做的话 那你就留你一个人的名字就好 这个东西一定要做 因为你们给我的Google帐号 我可能对不到你们的姓名 因为你们不见得 会在你的帐号里面留下本名 然后如果你做到一半 你可能因为什么事情 你被打扰了 然后你想说 我现在没有办法做了 我可能要跟我的家人要出去吃饭了 我可能要接一个电话 那我可能电脑有什么样的 有什么样的问题我要重新开机 Anyway各式各样的问题 你可以按Finish Later 但你绝对不要按Submit 因为你一旦按了 你就没有办法回来改 所以你可以按Finish Later 然后你就大胆的 大胆的 等它存好了 你就大胆的 把这个视窗关起来 然后接下来 你再登入的时候 然后不要怕 你再登入的时候 用一模一样的帐号 登入的时候 这个东西还会在 你之前做的东西都还会在 你还可以去改 但是一旦你按了Submit 它就会要你确认 OK 你绞交送出了 这时候你再关掉 然后再进去 你就会发现 你还是可以看到 你之前写的东西 留下的这些影音档 你还是可以看到 但是这时候 所有的问题 你都已经不能再回答了 你都已经不能再回答 因为你已经绞交送出了 所以你想要按 它都不会有反应了 然后如果等到老师批改完了 发回来给你 你就可以看到 你得了几分 那当中会有老师批改的分数 占60%的分数 还有40%的分数 所以这就是关于 你们这几周的 所谓的Preclass 你们必须要做的内容 没有问题的话 就先这样吧 大家就 下下周再见咯